部隊鍋大家都有吃過 但是您有聽過沾森湯嗎 沾森湯跟部隊鍋其實很像 都是韓戰時期 南韓人把美軍軍糧當中的 火腿熱狗這些食材 拿來跟韓式醬料搭在一起煮 不過帶您來看看 沾森湯的湯頭有什麼特別 韓軍一起吃飯吧 曾讓白珍稀分享獨門配方 煮出美味的部隊鍋 讓引斗軍大戰 不輸部隊鍋的發源地 異政府 不過來到美軍 也曾駐紮的首爾黎泰院 還能喝到這一味 名字是沾森湯 所謂的沾森湯 據傳是因為美國總統沾森 1966年訪問南韓時 曾吃過 因此取名 這道湯品和部隊鍋很像 只是湯頭更加濃醇香 選用牛腩 牛骨小火慢熬 那麼這湯頭是多少 40萬 那每天每天都會煮 除了高湯下重本 每天用牛骨燉煮 還加了這項秘密武器 讓湯頭更加甘甜 但是非常特別的是 爬等這些東西 也有洋葡萄 這個 洋葡萄 一般的部隊鍋會放入泡菜增添辣味 但沾森湯則是加這個 馬鈴和胡椒醬油 今天現在都在爬爬爬爬爬爬爬 馬鈴入 然後 胡椒醬油 透過拉椒粉帶出自然辣味 再加入大量的熱狗 還有火腿 就連肉的部位都精挑細選 讓這鍋沾森湯 不只湯頭超讚 還料好實在 記者試吃後對湯頭再不絕口 這鍋曾是昔日南韓人在韓正時 果腹的避難美食 如今透過店家的橋手傳承 讓現代人透過美食感受當年的氣氛 TVB新聞總和報導 而在日本關係地區的河戈山縣 儘管是在大阪的南邊 不過在台灣的知名度 恐怕遠遠是不如金板神有名 儘管如此 河戈山還是有很多當地人 才知道的美食 一起來品嘗 位於日本關係地區的河戈山縣 以盛產橘子和酸梅聞名 吃河戈山有什麼代表性的食物呢 在年輕時有種類似的食物 年輕時有種類似的食物 所以有種類似的 懶惰嗎 骨粽子 那是我最愛的 有很多食物 普通 普通 骨粽子到底是什麼食物 東京人完全不清楚 只是在河戈山的超市裡 骨粽可是必備的食材 骨粽子 大大大寸 看起來像薩摩揚骨 薩摩揚骨的顏色 比較濃郁 原來河戈山 是日本主要的白帶魚產地 蛤戈就是把白帶魚 連魚骨頭一起磨碎後 做成的魚板 在河戈山 這可是家庭料理的食材 有汁也入了 煮物也入了 我家也會吃 河戈山另一道代表性美食 就是用青花魚發酵 做成的早壽司 油脂的旨味 在口中 增加了 只是在河戈山 不一定要到壽司店 才吃得到早壽司 因為在拉麵店裡 早壽司 可是做成一口大小 放桌上當配菜 我只會買三個 三個 我只會買到拉麵店 其他地方 都不知道 原來早壽司 經過發酵的醋飯 帶有淡淡的酸味 和河戈山的醬油拉麵搭配 堪稱一絕 對河戈山人來說 吃拉麵沒有早壽司搭配 根本食而無味 吃拉麵配早壽司 這樣的飲食習慣 已經在河戈山 維持了六七十年 以後有機會去河戈山 可千萬不要錯過這些 在地美食 TV新聞 綜合報導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秦玲謙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